大家好,我是戴士們 今天呢,非常的特別 跟一個我的觀眾出來做街拍 然後呢,今天的地點一樣是在我們熟悉的台中火車站 大家好,我是那個IG就是專門拍美食的布雷特 平常應該比較少做街拍嘛 因為平常主要就是拍美食跟婚禮攝影嘛 對對對,做街拍 今天算是一個新的挑戰 不免俗的,我們先介紹一下器材 都是用6D 對,然後我今天帶的是那個50mm的定膠鏡 那IG大部分的照片都是這顆拍的 我的部分呢,一樣是用我的XD3跟氣功匠的35 所以我今天跟布雷特的視角會是一樣的 都是50mm的這個焦段 好,那我們就開始喔 那你 Hé 你有的 一層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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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什麼 你 也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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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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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時間六點多了 天色已經有一點暗了 今天街拍的感覺怎麼樣呢? 街拍其實比較講求觀察跟專注 跟平常拍美食或是婚禮現場 走到哪拍到哪不一樣 因為一定都會有想要拍到的畫面 美食其實也已經很熟練了 街拍是一個新的場所 我們今天本來是從晴梅那邊出發 一開始先去審計新村那邊 那真的是人太多 完全沒有靈感要怎麼拍 後來想一想還是回來火車站這邊 因為這邊算附近的街道有那種比較舊的感覺 那今天應該有拍到還不錯的東西 一樣會放在影片裡面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差不多就這樣 因為他住台北要趕車回去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囉 掰掰